对,是City Class 嗯,对对 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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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里边在哪里 有吗? 呃... 4 minutes ago 是这个吗? 等一下 刚刚,啊,出现了 出现了 City Plus的 哦,有了 来一下,我试一下 试试试 先 哦,声音还蛮好的 好了 好 那我就安心了 哈哈哈哈 诶,之前呢 之前呢 一直有卡住是吗? 所以 就莫名其妙的 卡了一卡 不要卡 不要卡 嗯 今天这个问题 其实真的很多人都在问 哪个? 最近 这个科技的板块的东西 啊,那个5G的 嗯 最近很多人都在问 嗯 可是他还没来到这里 所以他其实没有那么快 有那个效应 嗯 或股市是未来的东西 来,来咯 嗯 今天有新年的气氛 为什么呢? 很多人早起然后去看电影 还有另外一回事就是 像是看到美国股市都换天洗地的 大家都在说 恭喜恭喜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股市是创新高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去解读这些创新高的指数呢? 就邀请到WCT World War Training Welf Correction的创办人 有Tony老师 Tony老师 现在道琼斯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 和标准普罗白指数 都创新高了 我们先说纳斯达克指数好了 它是弹升了1.32% 收报8120点 突破了历史高位的8109点 而标准普罗白指数呢 也超越了2018年9月20号 创造的2930点的历史最高水平 现在是2933点的 道琼斯指数也去到了26695点 差历史最高点的26828点 其实也不远了 所以Tony老师 美国给股市的情绪是非常乐观 而且现在是适合进场投资的吗? OK,那基本上 如果我们去分析美国隔夜的行情 为什么说美国股市会涨呢? 首先第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美国跟中美贸易战 就是已经差不多缓和了 我们也知道说 特朗普说 他接下来在5月份跟中国 新日平也有那个 医院想达成一个 trade agreement的协议 那其实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在黄金 那其实黄金跟股市 也有一个关联的 那我们看到黄金最近跌到蛮低的 然后有一度的跌破了1270美元 per ounce的这个关卡 那其实就造就了很多人说 币闲的情绪其实基本上开始降温了 那是否告诉我们说 这个股市开始要回来 那其实如果我们有去看的话 在整个季度报表里面呢 现在美国的很多的季度报表出来都不错 所以导致呢 刀穷指数呢 一直在创新高 那重点来了 5月是我们知道是sell in May 很多的fund manager都会在5月的时候呢 开始呢 就是离场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 离开这个27000之前的最顶峰 我们叫triple top的这个地方呢 以技术来看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非常靠近了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说 在5月份的时候这个FOMC meeting 我们知道4月30号跟5月1号是FOMC meeting 那这个 meeting之前呢 我相信有可能他会在这个2600多点到2700点的这个地方 一直在徘徊 然后是否真的是能够突破呢 那我们就要看 6月的时候 过了这个5月之后 那美国跟欧美那里的 那个所谓的关税的这个 这个谈判 是不是进展到如何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那再加上说OPEC 这个他们接下来会有一个 开会议在6月25号嘛 所以我相信说 原油的这个生产量应该会提高 那如果这个推理是正确的话 那再加上沙地阿拉伯最近非常小心在它的生产量 因为我们知道说 美国对这个伊朗的这个 它对于它的制裁嘛 那我相信5月是很 5月跟6月是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如果说道琼指数呢 它突破27000点 然后在27点那边占稳一周 就是一个礼拜 那么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说呢 它有机会再走更高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到了27点开始转回落 回落的话呢 那我相信有可能会有一个回落的现象 在6月之后 这个是我看到的 你觉得什么时候会达到27000点的这个水平 ok 27000的水平应该会在5月到6月之间就可以看得到 5月到6月之间 嗯 所以要观察5月的整个走势啦 那马股会不会也是在5月是一个关键期呢 我们先来看昨天喔 其实大马股是昨天是在篮球股的推升下呢 上升了5.38点 而今天呢 就会以1627.44点开市 那现在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利空消息的情况下 Tony老师 你觉得基隆坡综合指数有望可以在短期之内回谈吗 Ok 马来西亚综合指数呢 其实最主要的关键点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1650点的这一个关卡 那其实呢 如果马来西亚没有办法占到这一个关卡的话呢 简单来说翘翘板 我们知道我们踏翘翘板 一个跌一个涨嘛 那如果这个1650就是它的总平均 那如果说今天它没有到1650的话 先来讲 它还是在跌市的那一个地方 是 那如果这样子的推测的话呢 我们知道最近为什么我们的马股会跌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首先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外资呢 其实彻底的非常的多 嗯 我们就根据4月22号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那其实我们的外资呢 有呃 其实离场了 差不多接近100 诶对不起 差不多是接近了 呃 我看一下哈 95个million 嗯 然后呢我们本地的这个政府呢 还有我们的机构购买了大量的去购买股票 是116个million 啊 那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呢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 外资一直在离场 那我们本地机构一直在支撑 嗯 ok那散户更加不用讲 散户的影响力其实不大 是 只有21个million 而已 那如果这样子去看的话 那为什么马股最近我们的政府会去买这么多股票来支撑呢 嗯 ok 原因是因为东 啊东海的这个铁路 啊 ECRL 嗯 那 再加上说 最近我们看得到外资一直在离场 是 如果我们的这个 呃 再不扶持的话 很严重 会掉到更低的水平 更低的水平 嗯 啊 ok 1620点如果跌破 我相信下一个关卡就是1600点 所以现在5月已经要来了 嗯 我们很重要 这个关卡 这个这个月份其实很重要 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个呃 月的时候就是呃观望 嗯 是正确的 因为5月可能还会跌 嗯 那5月跌了之后呢 6月可能他会不会回来 那我们就要看 现在马来西亚的trade balance 嗯 我们的出口啊 从呃这个所谓的呃 1月到2月份 ok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从 11.51个billion跌到 9.02个billion 是 跌了的 那我们的国内市场总值 从1.6%跌到1.4 嗯 通过膨胀呢 从过去去年2018年到2019年的1月 哈 是从0.2的0.2个percent 跌到-0.7% 是 到0.4现在 是 那我们的呃 马来西亚的这个央行 啊 这我们知道Bank de Gara Malaysia 决定呢 在这个时候去减息 其实是对的动作 嗯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不减息的话 可能我们的出口会继续的受影响 嗯 那我相信马来西亚在年尾应该是ok的 有机会可以slightly better 会更好 嗯 但是现在我本身会采取 呃 不要轻举妄动 对不要轻举妄动 最多可以去是 我知道虽然说很多马股是低了超过50% 是 这个是一个fax 但是呢 并不意味着现在是要冲进去 马上扫票 嗯 可能可以花30%的资金去做单 ok 嗯 因为之前几个国际评级机构 包括Moodi Morgan Stanley等等 都下调我国的主权债券评级 这个坏消息 市场 是不是已经消化了 因为 讨论的人没有很多 反而就大家都关注 像刚刚Tony老师提到ECRL 还有几个相关的建筑股啊 等等的这些 是不是这个主权债券评级 我们是不可以不用再care了 还是要等到它9月份 做了决定之后呢 我们再做打算呢 嗯 其实这个评级呢 我们所谓的 它的影响力到哪里 其实它有它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不是说绝对 嗯 那其实到9月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的 再去看多一次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能够排测 它有它的影响力在里面 那最近的马来西亚 很多人讲 全世界都在涨马来西亚跌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要看我们自己 国家经济的一个状况 嗯 那我相信其实我们已经在复苏了 到年尾的时候可能会更好 因为最近我们调低 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interest rate的话 肯定是会帮助到我们的出口的 嗯 所以我很希望很希望看到的就是 马股赶快反弹 特别是6月的时候 特别是6月 但是我知道 这个东西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这些都是所有投资者 热烈期待的事情 但是会不会出现呢 还要看整个市场的 一个情绪判断了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 WC2 WOBAT Training WOF Creation的 創本人有Tony老师 待会继续会有Tony老师 来跟你分析 他说最近很多人都问到的科技 好等一下就聊科技谷啦 科技谷 有什么谷要问的吗 赶快问Tony老师 Hello大家好 要问什么谷 要问什么谷 赶快问 赶快问 可能很多人会想问Tano的屁股而已 蛤 哈哈哈哈 哈哈哈 anman会不会转 会不会anman会不会转进去而已 一只手指 Tony老师 大家早上好 麦克老师 有吗 有问题吗 看看啊 有没有 但是还没有 嗯 看到人家有comment嘛 大家早上好 麦克老师 还有Alvin 你的学生吗 你的学生吗 对 他们还在休息吧 今天 还在休息 早上时间 哦 开始反弹1633 现在哦 1633 已经1633了 现在是否他能够再一次的继续的去 直冲到1650点 其实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指标 这一个indication 然后我们去看它会不会继续涨 所以今天看到1633 哇还好啦 有一点信心啊 不然是不是一直跌下去看 没有跌 刚刚没有问到你的问题 是如果真的跌破1600点 嗯 是不是代表几乎快要情绪崩溃了 如果真的是跌到1600点的话 我会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说 我会把我资金撤离马骨 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呢 就是说 为什么呢 当它跌到1600点的时候 很多的股票应该都跌得非常低了 嗯 所以我准备的就是说 等那个时候再一度跌到再低一点 可能在我们讲回之前啊 以前之前其实我们跌到最低点是1400多到1500点左右 对 所以我相信它怎么跌都好 都应该不会跌低过1500点 嗯 因为指数它们永远都是成长的 因为我们讲通过膨胀 嗯 还有 population 嗯 等口嘛 所以 东西都是会一直在起价的嘛 嗯 那变成是说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去看的话 股价它应该要有的一个支撑点 从指数来看是1500点 所以我相信不会跌到那里啦 1500 嗯 是不会的 所以如果它跌破1600多好 OK 那么我们可能要去关注的就是说 它有没有跌破了1600过后再涨回去站稳1600 嗯 一个礼拜里面都在1600 一周 那如果有就安全 如果没有就比较担心 可能还是在等这些 嗯 实际很重要啊 其实股票好实际更加重要 是 嗯 很多人问了 哦 来 云鼎 好 那我们先回答Alex 为什么好像每次你过来都有云鼎 云鼎专家 哈哈 那Alex我们来问云鼎 那云鼎的话我相信说 基本上都它已经成为是一个长期要后的股票 而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投资了 我是长期后的 嗯 如果说今天我要短期去购买的话 我觉得可能你可以不要选这个 那我从以前我们都讲到现在 可能要三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肯定是云鼎现在的一个趋势啦 那毕竟他现在呃 他手头上有的license 就是赌博的 是 那执照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嗯 所以我相信呃 只要 接下来明年如果budget那边可以 真的不要给他还这么多的税的话呢 那可能就还ok 因为最近新加坡 我们也知道他马来西亚解决过新加坡 那边又在种税 对 所以他一直被 不懂他最近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啦 都一直被这个税收 环绕着他 一直缠住他 所以我相信说 他需要一点时间去修复他 可能给他更多的时间 反正连国他有说 缴税代表你公司是很健康的啊 是啊 是有赚钱啊 只有赚钱的一家公司 所以不用办 没有钱哪里可能会去缴税呢 对吧 对 Hatta Lega 对 Hatta Lega 基本上我们讲是手套股 那基本上讲到Hatta Lega 肯定不可以不讲Top Glove 还有不可以不讲Porsan 那其实还有Supermax 所以这些股票呢 我相信他们本身现在的PE都比较高 原因是因为之前已经涨了一个幅度已经涨上去了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要去买这些股票的话 我觉得还不是时机 OK 还不是时机 那我反而觉得说 这些股票给他们一些时间 去让他们慢慢的去修复他们的盈利 让他们的盈利修复回来之后 他的earning就会走涨了 那他的价钱和earning 算出来的PE就会adjustPE更低 那PE在低一点的时候 才是我们应该要去选的时候 嗯 OK Inari OK Inari Inari等一下我们会谈嘛 对 所以Inari可能等一下我们再讲 好啦 我们也差不多回来了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 OK 所以继续留言哪一只股票 是 已经有人问了 杜甫科技 Gadang 还有车用LED类鼓D&O Elso 他问为什么股票那么低迷 还有Sam Sam Sam OK 这些都是听众的问题 你自己有没有问题也可以来问我们哦 不要剧透啊 哈啰 你好 哈啰 哈哈哈 差不多出来没有这么快 一半 十点多 十点没有出来 十点多啦应该 对三个小时 都是 海词 巨头啊 Unfriend啊 还有Vlog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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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Report 還有Report 这个是假账号 哈哈哈 哇现在很多哦 Facebook哦 听说哦这样 尤其是你这种人啊 搞不好会用假账号啊 哈哈哈哈 不是你 我的意思是有的,你的帳號會被人冒用啦 被人家冒用 因為你是有影響力的 好吧,我們差不多要回來 Sam是Sam Engineer 對 Sam Engineer的股價 唉唷 之前有度下滑,現在是上升的嗎? 等一下可能Tony老師有機會的話 Sam Engineer 好,我們回來了 剛剛不是有聽到幽默寶呈現這個單元嗎? 據說幽默寶最近也在強力的推動 在研發5G科技 所以Tony老師你自己也是很熱烈期待5G的來臨嗎? 是的,我也是很期待5G來臨,沒錯 是因為可以幾秒鐘就下載好一部影片的關係嗎? 哈哈 5G科技時代是真的要來了 只是看它的時間快和慢而已 而敦馬也說三年裡面呢 馬來西亞應該就可以迎來5G科技 應該算一算 2021或者2022年 我們就4G的時代要跟他說拜拜了 5G真的來了 所以5G當然直接我們就會想到科技板塊 所以Tony老師你覺得科技板塊 接下來可以趁著5G的發展勢頭 然後有上升的勢頭嗎? 是會有的 其實從去年到現在為止 雖然說馬股跌的這麼兇 但是在現在如果我們去看 這一個所謂科技的板塊的話 我們可以看得到科技板塊 其實稍微有一些複屬了 稍微有複屬的現象 因為它以它的所謂的指數 都站在20的總平均線之上 但是並非說是完全的複屬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的話 如果說問我5G 我是很期待很期待的 為什麼很期待呢? 因為5G它本身呢 不只是能夠用在電話而已 那我們知道5G它的功能 它可以有這些人工智能 然後可以用在醫療、保健 聽說連漁夫都可以用5G 來提高他們生產量 農夫都可以用5G 來去試探它的那個突然的酸性 所以你講這個5G 幾乎是各行各業都可以用到 各行各業都可以用到 所以我相信說 這個5G來了之後 肯定會對我們馬股 跟這個科技領域 有很大的推動力的 我覺得就好像現在 我們在做的這個Facebook Live 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在講的這一番話 可能是幾秒鐘之後 Facebook的User 用戶我們的聽眾才看得到 但是5G接下來它的那個 時間的落差 可能就是零點幾秒而已 對 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 這可以直接幫助 不管是汽車也好 等等的這些科技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要做全世界的一個大改變了 是的 所以其實呢 現在我相信很多人講 好啦 那這個是一個改變 那麼我想知道的是什麼股可以買 所以每個人都很直接嘛 那就說 OK這個5G來了過 我要怎麼做 那其實很簡單 那從5G的單額呢 我把它分成四個最重要的部分 OK 第一個部分我們把它稱為是Fiber Optic 今天如果說我們要做這個5G的話 我們最需要到的就是它的一些component 一些element 就是Fiber Optic的Cable 對 這個Fiber Optic的Cable呢 其實它是一個工具啦 就是我們一定要裝的 才能夠裝了之後 才能夠讓我們的這個速度能夠提高嘛 那誰是在做Fiber Optic的這個所謂的生產 那這個公司叫Opcom 就是最近大家知道Opcom嘛 是 Opcom開始要回來 你懂為什麼會回來啊 所以我這裡又不要多講啊 那Fiber Optic是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講segment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我們講 Logistics and Fixing Line 就是什麼呢 就是今天我有了這個Fiber Optic的Cable 那我們要去裝嘛 要去組裝是什麼公司去做呢 那公司在第二個階段 我們叫做是Timecom Timecom是做這個東西的 所以它也有那個潛能在裡面 因為它是在第二個階段 是 OK 組裝好了之後 我們去第三個階段 今天我們有Fiber OpticCable 有人去組裝 那東西組裝好了 我們一定會有Production Company 就是我要去生產5G的東西 那生產5G的東西 可能我會是一些零件啊 用著我的Device的東西 用著我的Device啦 還是什麼這樣子嘛 那什麼公司呢 Inari Inari 這個是第三個階段 到最後的一個階段 今天東西生產好啦 那舉例說 這個Inari 把這個零件放在那個電話裡面 我生好了這個電話 這個電話變成是一個 Ending的一個Product 我要去賣了 那就變成是最後 我們叫Final Product 最後了的 那今天這一個產品要去賣 是誰去賣啊 這個我們可以去看 那我大概看了 最近我們知道最火紅的 就是Apple跟華為嘛 啊 華為跟Apple每天都在講5G 5G 全世界都懂啊 所以這個我們不可以不懂啊 所以變成是說 它是一個link來的 它一個連貫性 所以從四個階段 我們去進入 去尋找那些股票出來 那我剛才給大家 只是一個比喻 嗯 大家可以回去自己 再做更多的功課 把這些股票給挖出來 那好好的去看它的基本面 選擇時機很重要啊 三年後啊 OK 三年 要等到三年 不是現在就買了 我不知道啊 我是講三年後 這個趨勢會來 但是大家會不會想 這個時候去買咧 如果這個時候買 這個趨勢還沒有來 我就要等咯 還是我三年先放著 也可以當著儲蓄 OK 買個機會啊 我們現在其實都 知道說美國 開始有一些大公司的 財報出來嘛 那其實有提到 下個星期其實就是 科技股的這些 大巨頭的財報出來 其實會不會 從他們的財報當中 可以先看到一個千兆呢 是可以 那其實很簡單的 如果說今天 我們說 這個5G真的要來 那如果我說 Fiber Optic的公司就好 我今天要生產更多的 Fiber Optic Cable 這樣子我有沒有去 投資在自己的公司 去設更多的工廠 或者拿進更多的工廠 更多的料 那如果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我會在 investment方面 就是會花出一些錢 所以我要去買一塊地 設立更多的工廠 請更多的員工 那這個是肯定的 是 引進更多的Missionary 我才有機會去生產 這個Fiber Optic的Cable出來嘛 那如果說 有這樣子的情況發生之後 我們也要去看 它生產出來了 這個Product之後 它的銷售量是怎麼樣 從每個季度裡面 有沒有提升的一個情況 如果有就告訴我們說 這些公司已經有一些蛛絲麻跡了 他們在做一些準備了 不是說 我沒有準備 我要等到年報出來才知道 這樣就已經太遲了 所以我們每個季度都可以很清晰的去 分析這些公司 看一下他們的進度是怎麼樣 有沒有說 開始做一些動作 去投資 還有研發 研發那些東西出來 如果它還是生產回原本4G的東西的話 它的未來前瞻性就不高了 是吧 可以這麼說 因為人家的趨勢都在那裡 所以我們應該要跟著趨勢跑 這個才能夠贏嘛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大家看下星期這個財報出爐會怎麼樣 那除了這個財報之外 我們都知道說最近 因為半桃體的關係 所以科技股其實在4月頭 有出現一個小幅度的下跌 那Tony老師你預測接下來全球半導體的走勢會如何呢 OK 其實我們知道這個半導體在過去兩年前的時候 已經漲了很多了 很多很多 如果我們真的去看的話 在2017年到2018年的時候呢 個別有漲了21.6%到13.7% 在它的銷售額方面 那現在2019年其實我們的增長只有2.6% 從一個13到一個21% 低到2.6% 這麼大的一個差距 所以其實就是可以明顯的看得到說 現在有demand就是要求方面已經減低了 那很多人就會講為什麼會減低呢 那最主要原因呢就是中美貿易戰而導致的 所以現在我們知道說中美貿易戰已經開始有一些緩和 所以我們就要看一下說這是真的緩和之後 5月過後 5月過後 也是5月 5月過後之後 簽署了中美貿易戰協議了 那我們就等 等什麼 等6月它一定會有order 會有單 6月7月8月order 如果這個orderOK 它的quaterly 9月的季度報表會出來 9月季度報表出來過後 如果是能夠勝過6月跟3月 我們要看加減一個月 因為不是每個公司都準時的 那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知道說半導體是否真的是回來 那現在我們還不敢說 因為沒有看到他們的order 他們的訂單 這樣子 所以這個半導體不是因為我們不常換手機的關係 也不是因為我們的電腦一用可以用很多年的關係 因為之前很多人都是常鮮嘛 就看到一台新的手機出來就換 但現在發現每台手機都一個樣子 所以可能真的等到5G時代的來臨 大家可能會一窩蜂一起來換手機 因為手機的接下來上網 還有整個感覺應該都不一樣了 還有接下來那個會折的手機 雖然不是很想買啦 哈哈 但是還有另外一家公司 剛剛有Tony老師有提到的 Apple這家公司 它和高通這家公司的侵權的案件 算是告一段落了 蘋果會加速推出5G的iPhone 分析員就認為剛剛Tony老師你有提到的 Inari會從中受惠 也看到Inari的其他的射屏 雷射和發光2GT LED的業務的成長 它接下來都會向好的 所以剛剛Tony老師你提到 Inari的股價能夠繼續保持一個強勁的勢頭嗎 我相信Inari其實是有潛能的 為什麼呢 其實Inari的基本面都不錯的價位 但是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股價吧 其實從2018年到現在 其實Inari已經從3.8跌到現在1.8的這個價位了 所以是跌的蠻多 然後現在如果我們去看它的PE的話 它現在是處於在一個23.39PE的當額 然後這家公司其實過去的5年 如果以這個定量的分析方式 就是Qualitative 那我們可以看到ROE其實是29.58% 遠遠超越了巴菲特老師哥雷爾姆所講的15% 每一年不是一年 5年都是15以上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公司肯定是好 那現在我們知道它5年好 它的月季又怎麼樣 月季又不錯 5年的EPS Growth Earning Percent 都成長了22.97%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說 這家公司是不錯的 再加上它的債務 它的Total Debt Equity 就只佔了1.72 所以這樣子來看的話 公司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我們知道 它只欠什麼 只欠東風 什麼東風 我們只欠一個新聞 或者一個project來 然後過後說 我的公司借到了什麼 然後過後 外資就看到說 有錢人 這個公司我們已經知道有錢人 這個機會來了 看到有新聞出來了 那就有很多吵架就會進去 很多的所謂的機構就會進去 它一上去的時候 技術面就會顯示 很多人就會跳進去跟著它 一起把這個股價給推上去 我們在等的就是這一個時機而已 所以要等看 Inari最新的一個消息 可是Pestaran就已經有一個消息 是影響它的股價了 主要是它和政府撕破臉皮 鬧上法庭 所以上個星期其實它是應聲大跌了5千 掛40% 那你覺得投資者是應該 避開投資這一支股商 還是說現在是入場 趁低吸納的好機會呢? 那如果Canva你問我這個問題的話呢 首先我覺得說 只要跟政府有這樣的情況 都避開嗎? 就盡量先避開 沒有好下場 沒有好下場 可以這麼說吧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其實Pestarian呢 它整個5年的技術圖 可以出現一個頭肩釘的現象 其實整個技術圖 那最高價3塊 跌到現在的只有幾毛錢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呢 其實最近跟政府撕破臉皮過後呢 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Gunpulawang Pesaraan 已經開始在拋售它的股票 那很多人都在拋售 那很簡單 剛才Carmen問我應該趁低吸納嘛 那問題是在這裡 股價為什麼會漲 不是因為散戶 不是我們嘛 那是因為大的機構嘛 現在大的機構滾不讓 Pesaraan都在丟票了 那我哪裡還敢在這個時候去 搶它的票 這個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我們來看回它所做的這個生意 Pestarian他所做的生意就是教育嘛 Training嘛 他Training什麼? 他Training是e-commerce啊 是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Crab的一個service Training的公司啊 基本上賺的錢都不多的 那不是生產量 不是說今天我可以賣很多product 像Topgroup賣手套賣什麼 所以變成是說 當我賺的錢又不是很多的時候 再加上最近又鬧出這樣子的情況 再去看它的定量的分析 PE344% 那... OK,講到這裡 我們的PE15%就講說是好 那344大家知道有多麼高了 OK,股價只值3毛3 現在的價位4毛多 4-5毛錢 都已經超價了 還搞這樣多事情出來的話 我覺得是我不會選擇 在這個時候去購買這支股票啦 可是如果現在還持有這支股票的朋友 你的建議是... 我相信不用講肯定是商到很重了 為什麼呢... 因為從2-3塊錢下跌到現在4-5毛錢 對的 那... 我只能夠說呢 在商的很重的當額呢 我就要去看這家公司的基本面是怎麼樣 OK,如果我們去看這個國家... 這個公司的基本面的話 我可以看得到它的ROE過去5年都是14.85 還是算OK一點啦 不是很不好的公司啦 那如果說公司是OK有沒有賺錢先 過去5年的EBS是減14.91% 是虧錢的咧 所以簡單來講 就看自己捨不捨得割肉 然後呢就是... 要不要拋壽 Yes,就等於是我比喻啊 至損 至損 現在就比喻說我現在去給一個鱷魚 我去給一個鱷魚咬到了我一隻腳 咬著我那隻腳的時候 如果我不捨得把我腳給砍掉的話呢 就整個人就不見了 整個人就給它吞掉了 所以自己要去思考咯這個問題 你這個形容會血腥呢 哈哈哈哈哈哈 好 今天的Tony老師的建議應該就了解了 但待會兒呢 我們先來聽一首歌曲 歌曲回來過後呢 Tony老師繼續來跟你講解 科技股如果真的你要選的話 還有哪一些是可以給你做很好的選擇的 科技股 好,繼續回答 最多人問的是那個杜甫科技 他們講 5G有沒有辦法帶動杜甫 嗯 嗯 等一下 您 來,還有哪一個鼓掌 繼續問 我們先看 科技股 嗯 OK 因為就只有可能等到 有盈利的那個蛛絲馬跡時候 可以賺錢才可以再進入吧 OK 嗯 OK 我們有7分鐘的時間 OK 那首先我們就先來聊SAM吧 剛才有人問到SAM SAM Engineer 這支股其實是循環股來的 那根據我的分析 我相信這支股票其實如果 要買來收的話是OK的 OK perfectly fine的 那 但是如果說今天我要 大量的去收這支股的話 我看還是股價就稍微有一些高了 OK 你等一下讓我看一下它的一些基本面 我live給你看 因為這個是沒準備的 哈哈哈哈 那這個PE是14.22 所以簡單來說PE是稍微有一點不算很貴 然後這支股票還有機會我看一下 短期炒作還可以 長期收的話可能有一點高了 因為它的 呃 真實價值也已經算是 差不多超越了兩倍 接近兩倍 那 公司基本面最近稍微比較好一些 RT15 過去5年是11 OK Earning有19.49 Total debt20 我看一下 over price OK 現在SAM不能夠長期的去做 去收哈 但是只能夠短期炒作 先來講我賺了一點我就跑 那如果你問我是什麼價位應該走勒 接近8塊半 現在的價位跟之後是8塊半 好我們來第二個是杜甫 對嗎 對 杜甫 好杜甫現在是2塊01分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這支股票 其實從以前我們上來CPBus都講了 是 這支股票是不錯的 我已經跟他講好了的 不用再重複了的 你去看就對了 可以收的 現在還是保持好 那這一支股票的基本面本來就很強了 這一路從2018年年底有拉升 升了很多 是 那時候我們講的 從不到一塊錢 嗯 不到一塊錢 那時候 去年 對比一年前的話 就是六七毛 現在去到兩塊了 對 我覺得這支股票是有前景的咯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買來收的 對我不會賣掉它的 直到它去到它之前 接近它的高位 嗯 可以這麼說 沒有到三塊我都不會賣 哇 我是不會賣的 如果沒有超過三塊以上 我是不賣的 這支股 哇 對對 最少要賺它一塊錢 50% 不然對不起自己 好的 好的 還有很多耶 都是跟科技股有關的 對 什麼股啊 Aem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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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問你有沒有跟 5G有關啊 5G 這個你要去看 Aemulus我比較少投這支股 坦白講 對 看一下 Aemulus 因為這支股的股價很便宜了 然後風 對風險蠻高的 所以這種我就比較少的去 去碰啦 坦白說 然後再加上為什麼我都碰 一看圖就知道了 它是一個炒股欸 所以這種股票 我基本上都會比較少去碰 然後如果說 這支股 應不應該現在去買的話 我覺得 根據分析的話 如果我要選擇比較穩當的投資 Timecom 跟Aemulus 會遠遠比Aemulus 來的好得多 OK 杜甫都會比這支好 哦 所以對 所以雖然說他幾毛錢很多人就會講 欸幾毛錢一漲下去我就一兩倍了耶 可是掉下去也是一兩倍 是的 嗯 所以我們就要問回自己 呃 我的 承擔奉獻能力有沒有在那裡 這個很重要 And to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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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Efficient是一樣的 Eforce 就是那個 它是租那個platform出去的嘛 嗯 我們trading platform嘛 股票的嘛 如果說股市在走漲的時候 他們基本上都會 呃 其實漲或者跌 他們都算是 比較平穩的公司 所以如果這種公司的話 我覺得 不至於讓我們長期去持有的 嗯 他只是可以讓我們去做一個操作 嗯 嗯 他只是可以讓我們去做一個操作 OK 這個是end to end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說 你問我 我只能夠說end to end 現在是跌的很低 對 我也知道啦 從一塊錢跌到現在 然後 如果你想去炒一下的話 是OK啦 如果你真的想收的話 你會給它氣到死啦 真的 它一下子跟你漲上去過後 又跌回下來了 你會覺得 哎呦我早知道我賣掉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嗯 所以買股票 看哦 如果真的沒有這樣多時間去monitor它的話 就不要選這樣子的股 嗯 OK 嗯 還有 D&OL 這個 剛剛有講了 可是我先講 等一下對不起哦 end to end最近是有機會會漲上去一點的 嗯 我看到了啦 只是說炒作比較適合啦 不要浪等 OK next guy 什麼股價 K1 喔K1啊 我們還剩一分鐘的時間跟你講K1 哈哈哈哈 我要趕車 我覺得等一下你也可以on air 如果 你不是講科技股選股 有哪些要注意的 哦是 對對對 可能你也提一提啦 嗯 嗯 嗯 OK K1其實是炒作股咯 也是咯 然後 呃 這些股如果說我短期炒作買了 就賣的那種還可以啦 其實我不是很鼓勵啦 坦白說 嗯 這種股啦 我不是很鼓勵 我知道盈利很高 但是 你看回去2015年跟2016年 它可以從6毛半一度掉到2毛半 簡直是60多巴仙耶 這樣子的情況還會有耶 然後在2016跟2017 它從3毛半掉到剩下1毛半 是 啊 所以我能不能承受先 如果不能的話 不要去動中國啦 真的 聽話啦 找好的基本面的 不要去賭 找好的 嗯 穩的 穩中求贏 啊 穩中求贏 好我們差不多回來了 我們休息一下 嗯 那你老師喜歡吃Roti加奈嗎 哈哈哈 Roti加奈啊 我有吃的 啊 很喜歡是沒有 可是我有吃的 哦 因為 有人問 不是 誰問這個 沒有Doctor幹約我吃Roti加奈嗎 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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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眼神先博 是很喜歡吃Roti加奈 下次他來 我要帶他去吃 家蠻好吃的Roti加奈 我們回來了 好 城市生活新概念 拿一支鋼進來 今天我們的嘉賓呢 那就是有WCT Worldwide Training Wealth Creation的創本人 托尼老師 剛剛在前一段呢 他就分析了科技股 嗯 所以很多的朋友呢 也在我們的Facebook Live 下面又問了很多科技股的表現 錯過的話 就是剛剛在我們Off Air裡面 詢問的這些科技股的話呢 可以去到我們的Facebook Live 點擊現在正在直播的這個視頻 如果等一下 可以等它播完了之後呢 大家回去再來重新看 現在Facebook好像可以 就是在直播的時候 都可以倒帶回去看一下 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你繼續發問 當然科技股那麼多 在茫茫人海之中 我們要怎麼樣去選擇好的科技股 這個問題 這個答案要請Tony老師 來好好回答一下 嗯 可以 那其實投資股票 它有很多不同的分析的方法 是 那根據我的一些經驗 我就大概先分析一下 我是以什麼方式去分析 嗯 如果以科技股的話呢 那基本上我們是沒有辦法能夠真實的去算它的所謂的真實價值的 因為科技股它本身真正它們擁有的是比較多是兩個東西 嗯 第一個東西就是現金 它的盈利 那第二個東西我們所講的就是他們的知識產權 或者我們說的就是他們的technology 他們的patent 他們的apps 他們的software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要去選擇科技股的話呢 是 我們要怎麼樣去切入 第一個 我們要看的是這一家公司的盈利 嗯 在過去到現在 它有沒有一個盈利的增長 就是一直在漲的 那如果我們有看到什麼新聞 舉例好像現在我就 呃 穿插一下剛剛講的5G 是 那我們知道5G還沒來嗎 是 那我們知道要來了嗎 嗯 所以我們就去看這些公司 呃 不是年報啊 是它的季度 有沒有一些注資嗎 就舉例說一些投資 是讓他們想要在這一塊去發展 嗯 這個是第一個我們要做 嗯 那投資方面 他們是有沒有進行一個我們叫研究與發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嗯 啊 好就舉例說我們講Apple就好了 是 Apple手機是什麼狀況 越來越大 camera一個變兩個 兩個變三個 我會不會講兩個變三個 已經有了 三個了 所以 就變成沒有什麼創新嘛 嗯 所以其實科技的東西就是一直要創新 舉例我們每次用我們的電話 我們一開app app就講update update 對 為什麼update 東西就是科技就是要創新 是是 所以如果一家公司它一直在創新 它沒有做一種英文叫incubator 就是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嗯 這種的動作的話這些公司就ok 嗯 再來 如果這個東西做了之後 我們從哪裡可以看到蛛絲馬跡 嗯 第一個company sears growth 嗯 就是公司它的銷售的成長 是 如果這家公司它的銷售一直有在成長 舉例我們在去年的時候我們賣1000台 嗯 那今天我們賣2000台 嗯 那已經開始有走漲了嘛 嗯 那走漲不是貌貌然走漲的 肯定是我們覺得這個東西對我們有幫助 嗯 我們才會去買嘛 有價值嘛 那我們會去搶這個手機 嗯 那這一個情況就到就延伸說 它有demand 嗯 它的東西research出來了 這放在市場 市場的時候 市場的人覺得會為我帶來價值 我願意花錢去買 是 所以sears會growth 但是這個sears growth並不意味著earning growth 嗯 為什麼我做一個很簡單的比喻 今天我們都是賣同樣手機的 嗯 手機A跟手機B 手機A賣它的cost是100塊 100塊錢 OK 它賣110塊 那它的盈利就是10塊錢 10塊錢 對 那B的公司呢 我現在是用80塊去生產 我也是賣110塊 但是我的盈利是30塊錢 嗯 就變成是30元跟10元的分別 就是10%跟30% 是 這樣子compare的話 B的公司的成長是高過A的 嗯 所以同樣的價錢 但是成長是這個比較高 所以就變成是說 在科技的公司 他們有沒有一直在思考 如何減低他們的成本 對 如果生產成本一直能夠減低的話呢 就是這個公司 他們的盈利就會提高 要不就減低生產的那個成本 是 要不就提高我們的賣價 嗯 可是 偏偏市場是這樣 一起價人家就不爽 是 所以就想辦法減低 不過現在的這個手機的價格 都已經越來越推高了 像不管是華為也好 Apple也好 Samsung也好 他們的價位都是逐漸提高 反而有一些小的小眾的一些公司 不是說小眾 就其他的一些公司 就打平價的市場 不過那個是題外化 所以選股從這剛剛的幾個策略 其實得出最後的一個結論 是我們要怎麼選到一支最好的一個科技股呢 ok 最好的科技股一定要擁有三個最重要的關鍵的東西 剛才我們所提的 我把它做一個總結 是 第一個東西就是說 這一家公司 它有沒有跟著趨勢跑 舉例一下我們知道5G 這些公司有沒有跟5G扯上關係 如果沒有扯上關係 它還是停留在以前的腳步 是 就等於是剛才我們的App是被update的 逐漸會被淘汰 會被淘汰 然後到最後這家公司就沒了 第二 這家公司除了它有跟上趨勢之後 它的營利有沒有跟著趨勢跑上去 如果我跟著趨勢 但是我賣東西沒有人要買 這樣我的營利就不會漲了 雖然我有跟到趨勢 但是營利沒有漲 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才來講一個東西 就是說 它的未來前景 它的這個公司 有沒有想過 礦蟲做新的產品 更多東西出來 還是我的意思就是 手機越來越大 camera越來越多 也要生產人們想要的東西 人們需要的東西吧 對 它有沒有一直在想 一直在思考 市場要什麼 反而如果你去生產一些 會飛的車 又不是人人買得起 那你應該也 它的demand就不多了 對 這個就可以講到好像Tesla 那Tesla 我們知道它一直在 從這個battery的車 一直延伸去生產 是同樣的concept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說 在科技股方面 有哪一家公司 要知道很容易吧 去AGM 直接問它的director 你們接下來你們覺得說 有沒有新的一些產品 想要去生產的 能夠提高公司業績的 聽一聽吧 等一下讀一下財報 看一下我們的prospect 他們想要做什麼 我們就可以知道了 好 那最後一個呢第三個 OK 那第三個我們講到就是千金 它未來的千金 就是說它有沒有新的 剛剛我們提到 它要做新的產品 所以就是說這個東西 它配合起來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恐怖的東西 好像之前我們講 阿里巴巴 它為什麼會突然間暴漲 就是因為它的四條謠 是 很多人都知道 11月11號 那我們這個科技的公司 它有沒有一些特殊的東西 OK 今天也是生產app 我也是myapps 這兩個apps有哪一個特殊 能夠幫到community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社群 可以幫到政府幫到人民 如果有幫到人的話 這個東西一定會有人買的 所以科技它永遠都是要跑在前面 然後還可以生產更多 可以幫助到人的一些services 就是服務 它才能夠去到前面那一段 簡單講這個都是定性的 我們要靠眼睛 靠耳朵去聽去看去讀 才可以知道這家公司未來是怎麼樣 是反正就是要創新 因為創新它的未來前景越好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怎麼樣創新的話 來我們論壇好像也可以了解一下 這邊打一個廣告 我們奇爾PLUS的創新商業論壇 5月3號還沒買票的朋友 趕快去到我們的cityplusfm.my的官方網站去買票了 今天非常感謝 我們WCT World War Training Wealth Creation的創辦人 Tony老師的分析 謝謝你Tony老師 謝謝大家 好了 哇很多問題啊 哈哈哈哈 Opcon Opcon剛剛講啦 對 錯過了可以倒帶回去看 還有很多其他板塊的 Vitrox Gtronic 對 Gtronic好像你們也知道嗎 沒有 沒有 Self-Self-Driving 我們的家賓呢 就是有WCT World War Track 不吃苦也不要 OK Tony老師下次如果改公司名 行號改簡單念一點 不要念這樣 哈哈哈哈 謝謝謝謝你Tony老師 哈哈哈哈 可以這樣長哦 對主持人來說是很痛苦的 哈哈哈哈 OK 我們再找 兩到三支 什麼 Vitrox Gtronic這些 Vitrox OK Vitrox基本上是不錯公司來的 嗯 然後現在它本身也是 算是under 它真實的 未來可以賺到的那個價位 那時候我們有算過了的 所以我的簡單一句話說 我覺得Vitrox是可以收的股票 它是一個long term的 長期投資的 嗯對 好 呃還有什麼 Gtronic 對 Gtronic Gtronic OK Gtronic我之前有研究過給大家 Vitrox是在上升石頭的 有點貴 對 Vitrox是有點貴 它是 哇從2014年的不到一塊錢 現在是七塊多了 嗯 哇那個時候買到就爽 什麼 從事不錯的 因為它是 它是一個上升的石頭 可以看一下 this post 呃 我的看法 把這隻股票一下啊 那個Gtronic 跌得很兇喔 從之前到現在 嗯 最近有開始起了一點 嗯 Rebow啊 有人說手套股也是Rebow 是嗎 它是Rebow 可是它的那個很高啊 P很高 P很高 嗯 嗯 十九點一七 嗯 等一下 Gtronic 哇 嗯 嗯 Gtronic是不錯的公司基本面來的 然後 只是它為什麼會掉這麼慘 我相信是Indeed那邊的影響 嗯 然後它的TOTAL Debt也是很低 這是股啦哦 OK剛才有一個 水溫啊 哪一個 水溫啊 呃 Jun Lee OK 是我們的Top Fan OK 它基本上如果說 呃 這個 要買的話 它是要守的現在 也是要守 它現在一定要守 沒有辦法 因為為什麼它本身的盈利 還沒有顯示出來 嗯 所以它需要一點時間去 去賺錢 它的公司 然後它的Earning 漲了它的真實價值才會漲 價格才會跟著提升 我相信這一家公司需要給到它 到年底 真的 如果最少到年底 中長期的 中長期的 它不是那種 六個月的至少 嗯 好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耶 很多嘞 OK 謝謝 謝謝Tony老師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下次保安心 OK